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 其实真正的敬虔加上知足 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财富 毕竟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离开时也带不走什么 所以只要旧吃旧穿 我们就该知足 至于那些渴望发财的人 他们落入了有或之中 被许多愚昧有害的欲望前住 陷在败坏和灭亡里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些人迷戀前财 便离开了纯正的信仰 让自己被许多愚仇刺透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无止境的欲望 保罗说 真正的敬虔加上知足 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财富 极大的财富 是指大有收获 这个收获并不是指金钱和物质上的满足 而是上帝赐人永生的福分 保罗又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引有人离开纯正的信仰 使人走进永远的死亡 金钱的确有人 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赚大钱 只不过 金钱的衰索永无止境 人只会泥足深陷 不能自拔 很多时候 金钱的价值 是由家庭和社会文化来界定 贫穷不单止使人生活困难 更甚的是不被尊重 故此可以理解 有些年轻人不惜一切努力赚钱 就是要脱离贫穷 他们误以为有了金钱 身份就能提高 并且获得别人的肯定 人为了脱离贫困 成为金钱的奴隶 不断的追求 却永无满足的一日 终于失却真正的自由 很多人就是以有限的生命 追求无止境的欲望 其实 我们所要专注的 并不是有限的财富 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能够活出无限的可能 向永恒的生命迈进 唯有金钱和资足 才能够使人远离贪财的网罗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